我们小区执行封闭式管理 很多亲朋好友打来电话慰问 最关心的是 你们吃饭买菜怎么办 我跟大家说 在街上住了这么多年 这几天才发现 原来小区附近有这么多好料 现在我就带大家看一看 这几天我加入的各种微信美食群 有土鸡土鸭土猪群 有双油特产群 有南京特产群 有厚补新鲜蔬菜配送群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双油特产群 今天老板已经把店里有的东西 都拍照发出来给我们看 然后呢 也会把价格写在最上面 那昨天我们家小朋友说 想吃排骨跟饺子 我今天已经下单了 我们有非常热心的邻居 整理了一个周边商户的花名册 真的非常方便 然后小区物业还发了一封信 如果有老年人实在是不会下单的话 还可以通过拨打社区24小时服务专信 由社区代购 戴好口罩 戴好帽子 穿好防晒服 准备去拿菜了 找到了 这都是我的 今天中午要吃饺子 你包了几个啊 五个 五个 饺子还没熟的话可以再放点水 那现在我就等它收汁 你看每一个都有焦脆的底 现在可以盛起来了 好了 煎饺好了 煮的饺子也好了 小朋友好吃吗 好吃 谢谢 谢谢